Defender 1.0 提到越野車,很多人第一聯想到的是英國品牌 Land Rover 因為品牌生產越野車從 1948 年至今 已經有超過 70 年的歷史 而其中 Defender 系列在 2015 年停產 2021 年以全新樣貌回歸 大概是保留一些復古的元素 讓我們試駕這輛 Defender 110 方正車身卻帶有流線 試駕這款選配了County雙色外觀 塔斯曼蘭搭配富士山白對比 20 吋的亮白色輪圈 展現獨特的復古時髦感 新年款正式登台 搭載3.0升直列六缸雙渦輪增壓柴油引擎 搭配輕油電混合動力科技 最大馬力提升到300匹 2500轉即可輸出650牛頓米 身為越野車除了性能 空間表現也是重點 五座車型 行李箱有786公升 已被全速放倒有超過1800公升 放一張雙人床都沒有問題 如果不夠 車頂能沉重168公斤 後方還有個拖車勾 能帶著露營拖車上山下海 新一代 Defender 在科技感的部分也有提升 包含12.3吋的數位儀表板 跟電子後視鏡都全速回歸 而中控是10吋的觸控螢幕 但還是保留了一些實體的按鍵 讓你在越野戴手套的時候 有更直覺性的操作 穿成全地形王者協同 結合現代化科技配備 擁有360度3D環境顯影 跟水深偵測金飾系統等等 全景是天窗 路過風景一覽無遺 這幾年在越野車崛起之下 配合幾乎都完壽 對手也不遑多讓 民視旗下 G-Class本來就是熱銷車款 在新款正式登場之前 推出特試版 將引擎蓋敞灰 錢保桿下呼板等 改成金色塗裝 讓整輛車金光閃閃 全球只有1000輛 還加碼搭造鑽石版本 車門鎖扣全數採用珍吸鑽石 共計一克拉 彰顯不凡身價 美國品牌則讓老車重生 福特旗下Bronco一九九六年停產後 品牌在二零二零年 將車系重新帶回市場 採用最新的娛樂系統 支援雲端更新 具有越野領航功能 更延伸搭造狂野型都會SUV 觸及更多客群 其實台灣越野車市場 跟全球主流性一樣 有一部分人是純粹的 真的是來去走outdoor的一個風格 去體驗山林 或者是穿越無人區 越野行為 但是大部分還是在都會去行駛 畢竟開著一台越野車 看起來是蠻帥 可以展現一些個人風格 越野車以往是小眾選擇 但隨著戶外運動跟露營興起 大空間以及地形適應能力強 都成功吸引車主目光 越神車市新寵兒